大家好 我是卉卉 为什么饭店里面做的烧茄子 好吃又入味 而且不发黑 今天教你家常做法 做出来鲜香入味 好吃又下饭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怎么做的吧 准备一个圆茄子 把这个根部给它去掉 然后把茄子切成厚片 选茄子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选择嫩一点的 嫩一点的茄子没有籽 然后改刀切成长条 最后45度角将茄子切成片 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切好之后把它放入凉水中 这样可以防止茄子氧化变黑 然后给它浸泡5分钟 准备几瓣大蒜拍扁 切成大的颗粒 切好之后放入盘里 准备一颗大葱切成片 几个小米椒切圈 切好之后也放入盘里 下面我们来调个料汁 放入一勺食用盐 一勺白糖 一勺13香 适量的香醋 生抽 蚝油 再倒入适量的清水 搅拌均匀 先放在一边备用 这个茄子已经泡好了 给它控水捞出 放入大碗里 往里面放入一勺盐 用手给它抓拌均匀 腌出茄子里面多余的水分 看一下这个茄子已经杀出很多水分来了 把茄子挤干 放入另一个碗里 然后往茄子里面加入玉米淀粉 用手抓拌均匀 让茄子裹一层淀粉 最后搅拌成这样就可以了 锅里倒一点食用油 油热之后放入茄子 先把茄子给它煎一下 然后再把茄子炒至八成熟 把茄子炒软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先盛入盘里 锅里再来一点食用油 放入葱蒜干辣椒 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放入一勺皮鲜豆瓣酱 炒出红油 然后把茄子放入锅里 翻拌均匀 然后倒入调好的料汁 大火翻炒 让汤汁变得浓稠一些 这样汤汁能够包裹住茄子 吃起来更加的入味 稍微孤度一下 这个汤汁已经变得粘稠了 现在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上板的烧茄子就做好了 上一点葱花点缀 哇,真的是太香了 光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拌米饭吃超级的下饭 喜欢的朋友就赶紧试一下吧 这样做的烧茄子一点都不会油腻 喜欢惠惠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转发 拜拜